除了我們臺灣原本去建軍的這個 以飛彈為主的把握攻擊 美國還想運用AI運用一些科技 可能現在還沒有公開的 去操作大量的無人機來執行作戰的任務 那在一開始的一開戰 就立刻塞滿整個臺灣海峽 你要過來全部都會被我打爆 或打成蜂窩 我可以確保臺灣海峽周遭 在攻擊的可行範圍內你是全滅的 好那當然到底需要多少 美國說我們打算再增購這個幾千架的無人機 就有人批評太少了 烏克蘭打的速度是快 你讓臺灣海峽的眾生 戰略眾生 還有可以執行這套作戰的空間 也會相對有限 不過這個消息放出來 媒體爆了之後 隔幾天立刻就通過這個軍售 而且這個軍售本來大家都還沒有意識到 突然有這個軍售 代表實際上一定還有其他的部分 正在推 等到完全事情成熟 美國過了他才會正式丟出來 那當然後續就是在於 臺灣方面怎麼去收 因為一千套執行至少要兩千人 到底人在哪裡 是不是真的要到義務役去操作的程度 這個都是我們覺得後續 其實應該要省現思考的 那再來就是後續怎麼去解讀 中共的核潛艦突然上浮 因為現在分了兩派 一派就是如果他不是上浮 是一路都浮上來 浮上航行 一路往北開 那他代表的就是一些政治意義 所以蘇子昀就認為說 他就是要回敬我們剛剛來說 要讓台海變成地獄 所以中共會秀核子肌肉 他有核子艦艇 大勒勒的給你在經過海面上給你看 從海南島往北返去做維修過程 給你看到 好那這個是比較偏向料笛從寬的解釋 因為國內有如果他是緊急上浮 被漁民看到的話 他可能是壞掉 就是可能牽涉到良綠等等的其他的 各式各樣問題 但至少可以看出中共在這邊 還是有一些相對經營 然後接下來一個大秀 是從六月底到八月初的環太平洋軍業 那我們海巡之前已經有去了 其實就我們瞭解就是 就是今年是海巡 明年可能還會有一些其他的調整 就每年足極上升 他不是直接參與 而是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就看以後如果有機會合作 怎麼去做資訊的交換 那美國這一次呢 他特別放他會去打爆一台 已經封存的兩棲突擊艦 他是評估就是中國有航空母艦 那兩棲突擊艦 形狀看起來就是航空母艦 只是他是不叫航空母艦的航空母艦 他有一個封存淘寶寶寶寶寶寶號 這一艘呢他就把他拉出來 準備在環納比昂的軍演裡面去集成 歷來都有這個傳統 並不是今年新打 美國就是船艦泡力嘛東西多啊 他的靶艦都比我們大非常多 好那這一次的集成 他重點是最後會去秀什麼樣的軍事武器 那他們會說是秀重型輸淋 那會不會有新的重型輸淋出來 這個重型輸淋形式會不會跟過去有所不同 那他是有什麼樣的機體去把他投資出去 這其實都是可以後續去觀察的 所以接下來從六月底到八月初啊 美國玩那邊的經驗秀肌肉 中國會不會有一些相對應的軍事動作 也載添出來輸人不識字戰 那我們就繼續觀察下去了 但是南海風雲會不會讓你覺得 未來小宇 是 這個我們講說 因為老共他通過他的新的法令 他把南海視為他的內海 我不知道在他們自己的心目當中 台海他當然也覺得那是他的內海 只是我們大家都覺得那你不要吃人說夢 老美也一直跟他講說 他們就是一定要自由航行嘛 老共的船海巡 一二三四 然後飛越兵的船在這個地方 他們直接 那他們帶斧頭刀具 直接強行登船 登船就是要檢查 意思就是我 如果用海巡 意思就是這是我的內海 我用海巡行使警察權做這件事情 飛律賓當天晚上直接急調兵運飛彈 意思就是如果大家發生什麼樣的不測的話 那他就直接開戰 南海如果一開戰 那是不得了一個狀況 他真的就這樣幹了 確實啊 因為現在是各說各話啦 因為等於說 那個你這張更清楚嘛 你看是直接把他包圍 這是飛律賓 白色這是飛律賓的 然後這個四艘 四艘是中共的嘛 他直接給你登船檢查啦 那當然那個飛律賓就後來就急言痛批中國 你說你這是海盜行為 哇你這個還登船檢查 你還帶斧頭 還帶這個什麼 這個這個棍棒什麼的 斧頭幫的傳統嘛 對他說你帶斧頭 然後還帶什麼狼頭啊 然後把他的船都砸了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這個飛律賓的海巡人員 他連手指頭都骨折 所以他當然痛批說你這個是海盜行為 好那但是中國方面也有要講嘛 他說你這個飛律賓你長期 都是說什麼運捕物資啊 但是事實上他後來也有檢查到說 他上面有什麼有偷宅 什麼建築材料啦 甚至還有武器啦 他把他的這個八把槍給他沒收了嘛 那後來還說你這個是企圖要 長期去佔那個什麼仁愛礁 就是南海的衝突 那算看起來雙方各說各話 可是這個美國的軍事專家 他有不同的看法 他認為說你現在中國的行為 事實上名為是對菲律賓 但是事實上的你是劍職美國 美國最後直指台灣 因為他覺得說現在中國 他可能就是因為他的這個實力啊 是評估是大過菲律賓 他覺得菲律賓比較弱 所以他現在先先以菲律賓為靶子 我先打你菲律賓 那我現在來看你美國 你的反應時間 你的反應態度 那如果說你看起來 美國軟軟的也沒有什麼要 要來幫這個菲律賓小弟出頭的話 那我下一次 我就要找台灣 下一個就證止台灣了 那他現在看起來就是說 他還有一個理由啦 就是說因為那個中國的海軍啊 雖然說建軍這麼多年 但你說實質到底有沒有打過 看起來也還沒有 所以他說是不是要先找菲律賓 如果你菲律賓真的 你要來跟我對戰的話 那我先拿菲律賓 我先拿你來練靶子 然後未來呢 未來如果說 碰到美國要來協防台灣的話 那是不是再來挑戰海 所以總而言之 這個就是說你現在 雖然暗指 要明止了這個菲律賓 但是後續可能是拿台灣 來做一個假想敵 我覺得這個要看美國的反應 OK 楊明來最後一分鐘請問一下 其實從南海這個風雨 老共在南海這樣做 未來你不知道 他在我們的金門海域 因為台灣海峽 他要做這個還比較難 但是金門海域開始 做相關的一些東西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樣的回應 相對來講的話 國內我剛剛講說 包括賴清德總統發表言論 馬辦就直接批 然後包括聯銹人講這些 對我們國內來講 我就講 我們一個拳頭握得緊緊的 都不見得打過人家 但是現在面臨到恐怕更麻煩 現在可能是這個國內政治衝突 非常高漲的時候 那其實確實 我覺得我們賴總統 他必須要做到團結國內 這是任何一個總統都必須要做的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團結國內的話 那至少要讓多數的民意 是願意支持你的 我想這是賴總統的課題 那當然剛剛提到 不管是這個 其實老實說 這個對岸的潛艦浮出來 剛好被我們漁民看到的機率有多高 我是存疑的 那張照片到底是不是漁民拍的 我們等著看國防部有沒有把這筆獎金發出去 等著看嘛 會不會有真的有漁民去領獎嘛 那也許那就是我方的情報資料也不一定 但是不能講得那麼明白 因為畢竟他已經在金門廈門的海域了 對 好 那我想這個他都有他特殊的用途 而我們現在兩岸的情勢 其實我認為是這個叫做非常緊張裡面 但又帶了一絲的柔華 不要忘記上個禮拜胡歌才來臺灣 所以這其實裡面都有一些轉圜的餘地 那我覺得我們的政府 其實也許在兩岸的部分 可以稍微稍微讓我們的民眾 可以稍微放鬆一點 也許不用每天在那邊剪拔弩張 但是關鍵在於說 我們的這個定位要拿捏清楚 OK 未來兩岸之間到底會是什麼樣的情形 牽扯到美中台之間非常的一些複雜 可是更重要一點就講說 包括我們的自我防衛能力 能不能夠再適度的提高 我們先看這個節目 好 我是小小小的